与人交往,要真诚,不要刺激别人,不要敷衍别人,不要以为自己聪明,总拿别人当做傻子,给别人挖陷阱,请记住,不懂珍惜,不真心相待,谁也不会用热脸,来贴你的冷屁股,树叶不是一天黄的,人心也不是一天凉的,再好的朋友,如果总被利用,也会渐行渐远,再生的感情。 如果总被忽视,也会越来越淡,人与人之间,本来就是相互的,不是单向的付出,如果只知道索取,不能心甘情愿为他人付出,这种交情肯定只是昙花一现,是长不了的。 现实生活中,有很多人不懂得付出,令人对他再好,他以为是当然,别人外话不说帮他忙,他觉得是应该,没有一点感激之心,没有一丝感恩之心。 当别人有难时,他却作弊上官,当旁观者,不管不顾,不肯出力,甚至出卖别人,在背后给有儿女自己的捅刀,落井下石。 这种人,心思卑鄙,行为丑陋,日之交往,宛如革新,心总有一天会被伤透。 这个世上,能交到几个知心的人,是一种莫大的幸福。 别人的好,要记在心上,别人怎样带自己,自己就要怎样带别人,人心是相对的,将心比些才能知心,一心换些才能贴心。 不能用言语去伤害别人,不能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,每个人都只有一颗心,心受了伤,就会疼。 不要轻易去伤,一个人的心,因为谁也伤不起,别等到失去了,才知道心疼,别等到错过来,才伸手挽留,有风的感情,迷合不好,冷了的心,永远冷暖不灰。 既然有缘相识,就要懂得珍惜,对待他人,没有真心,不要欺人善,更不要伤人心,日久见人心,路遥知马力。 人这一生,交到一个真朋友不容易,是人这面来之心啊,这辈子,能与几个能共甘苦,共患的人携手前行,才是最幸福的礼。 如果你现在有,就好好珍惜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